欢迎大家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上次讲到宗教信仰的问题 现在我一直在讲宗教信仰的问题 讲中国文化里面的宗教信仰 瑜伽和道家的宗教信仰的问题 宗教意识比较淡薄 我们总是觉得中国文化里面 关于宗教信仰的意识比较淡薄一点 之前说过 根据瑜伽和道家这两种中国文化思想来看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相对地淡薄一点 比较着重现实人生多一点 确实也是 死后的问题会比较少一点 我们可以说 根据瑜伽和道家 两者的思想 人生智慧来说 人可能是不要求信宗教 或者不要求灵魂不纽 不要求有神存在 但是呢 其实是否没有宗教精神呢 又不是的 我们就认为 其实呢 瑜伽和道家的思想 是比一般信宗教 追求神存在 和灵魂不纽的宗教 是有一个更加高的精神境界 因为一般人相信宗教 很多时候是出于为自己的动机 我这里所谓更高的精神境界 就是说一般人 一般人信宗教 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 为了自己着想 而去相信宗教的 这样的看法 这个动机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般人 求神拜佛 都是想为自己 保佑自己 想为自己 什么好什么好 很多时候呢 信宗教是为自己的 那呢 相对地比较好些的 就是所谓 我们这个 想人的精神 有个安息之所 希望这个 精神有所寄托 所以呢 我们会希望 有个神可以帮我 有个神可以帮助我 或者呢 一个神呢 一定呢 能够做到 上善佛恶的 这样 神做到上善佛恶 这样 将来有机会呢 做多些好事 可以想我了 这样 上善佛恶 那呢 亦都会想到 我可能 现在这一世 未必呢 会这个 遇到的 那些幸福 那都希望 来世 或者在天国 可以呢 有这个幸福 那些呢 就是所谓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动机 而去信仰宗教 一般人呢 很多时候 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其实呢 就是所谓夹杂了一些 私心 夹杂了一些私心 在里面 那 那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就说 这个 余道两家 的境界 精神境界 比较高呢 就是呢 因为余道两家 思想的说法里面 是不会说呢 因为自己 而相信 一个神的存在 或者因为自己 而去要求 这个灵魂不留 不是要求 不是因为自己 而去追求 这个灵魂不留 因为余家的说法呢 是要说 舍己 救世 这个 这个 道家 就要说 当下 灑乐自在 其实呢 这些 这样的说法呢 都是一个 比较高的精神境界 不是为自己 不是为自己 这个 这一点呢 是 可以确定的 但是呢 可能有人说 认为 余家 说得这么伟大 舍己 救世 道家 那么 那么瀟灑 要说 这个当下 灑乐自在 这个 或者 甚至不是根据 余家 道家 根据其他自然主义 的思想也好 这个 是不是可以否定 神的存在 或者否定 这个灵魂不留的可能呢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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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有人 就可能认为 如果是这么说呢 根据余家 和道家的思想 这样 就可以 这个 否定 神的存在 或者否定 灵魂不留的可能性 这样 也就是说 中国是不需要宗教的 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的 中国是没有宗教的 甚至宣讲 中国是没有宗教的 余道思想里面 没有宗教精神 或者说 人不应该有宗教的要求 人不应该有宗教的要求 在文化上 根本就不需要有宗教 可能有些人 以为 他了解这个 愚家 道家 有这样的看法 这种说法 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 是错误的 这样 中国道家思想的发展 后来 就变成了 道家追求 长生不死 这样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就变成了 一种追求 灵魂不留的信念 所以你说 中国是否 中国文化里面 是否不 不说灵魂不留呢 之前说 可以不追求 灵魂不留 根据 儒家 道家精神 但是他后来的发展 当他追求 长生不死 其实就是追求 灵魂不留 所以呢 在 道家思想的发展里面 并不否定 灵魂不留 跟刚才的说法不同 并不否定灵魂不留 这个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中国人 要讲精神不灭 佛教也讲精神不灭 所以 就用这个 道家的灵魂不留 这些说法 来接入佛教 很多时候就是 这个 所以这个 在儒家思想里面 其实呢 一样是可以肯定 西方宗教所肯定的 神存在 以及追求灵魂不留 的精神 这个 其实也是可以的 这个 就是刚才所说的 中国文化思想里面 儒家和道家的 宗教精神比较淡薄 并不是说 他要否定 这个 宗教的要求 并不是要否定 这个 神的存在 或者并不是要否定 灵魂不留 所以 其实呢 刚才这些说法里面 他会肯定 宗教信仰的要求 其实呢 都是可以肯定 这个 神的存在 和灵魂不留 首先 讲一下 这个宗教信仰的要求 应该有 这个宗教信仰的要求 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 要求神的存在 和要求灵魂不留 那么呢 在 中国文化的 讲法里面 其实呢 他其实是会肯定 这个 宗教信仰的要求 是应该有的 就是说 我们呢 是会肯定 追求这个 神的存在 和这个 肯定 这个 灵魂不留 这个 为什么 我们 会有这个 这样的肯定呢 这样 就是因为呢 刚才也说过 这个 这样呢 就是说 中国文化精神比较高 就是因为 不是为了自己 那么很多时候呢 这个 追求神的存在 追求灵魂不留 是为了自己 但是 其实呢 除了为了自己 这个动机之外呢 其实呢 如果 由 中国文化来说呢 可以说到 一个更加高 更加崇高的动机 而不是出于一个 私心的 不是随时 一个私心的动机 而是出于一个 对人的公义心 一个 纯粹一点的 对人的公义心 一个更加崇高的动机 就是 因为人 要求 保存 客观 有价值 的人格 或者因为 我们对亲人的感情 而生出 三种心 什么三种心呢 先介绍一下 这个 就是当我们 人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感受到 对亲人的感情 慢慢会生出 一种 再现生出 扩充出来 有几种心 什么心呢 第一 就是这个 希望其他人 人格和精神 永远保存 崩溜的心 即是说 我们不只是要求自己 靈魂崩溜 而是希望 其他人的人格和精神 都可以永远保存 崩溜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 第二 就是 肯定一个 超越个体宇宙精神生命的存在 来 去护持人类的心 这个 超越个体宇宙精神生命 就是神 神的存在 这样 这个神 是可以 去护持人类的心 如果在西方文化来说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神 超越个体宇宙精神生命 中国文化来说 可能 用别的名字 可能叫做 天道 天命 等等 第三 就是 要求 鬼神 保佑国家民族 和天下万民的心 所以 不只是为自己 希望 上天 可以保佑国家民族 保佑天下万民 也不只是自己的民族 天下万民 所以 这三种心 是人的感情 所不能免 即是 人的心 如果 人的心 能够抗充 去到某个精神境界 自然 便会有这种感情 或者自然 便会有这种心 发展出来 所以这种心 就是人心流行 所不容易 人心流行 一定会发生出来 所以 有这种想法 当然 在一个伟大的人格 可以 一生永远 都不去想 个人的生死 即是 刚才这种想法 我们看到很伟大的 即是 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为了自己 没有私心 一个伟大的人格 就是这样 这个 没有私心 真正的大人格 可以一生里面 永远不想 不去想 他自己个人的生死 没有私心 就是 希望仓天下 保佑其他人 保佑国家民族 保佑天下万民 好了 当这样的伟人 能够 进度而死的时候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 可以毫无愧坐 这个 觉得无憾 觉得很无憾 这个 可以说是一个很完全的人 好了 这样的伟人 一个完美的人 进度而死 他死了 他死了之后 虽然 他自己是无憾 但其他人 对于他的死 仍然 不免会有 一种悲伤之情 这种悲伤的感情 就是因为 我们觉得 一个人 一死 就死了 一死 就永远逝去 但另一方面 总是觉得他 陰庸远在 一个伟人死了之后 我们觉得他死了 另外一方面 又觉得他 好像还在那样 这两种感觉 同时存在 死者 在人的感情里 好像 灭亡 又好像存在 那样 因为我们 对他有感情 所以我们觉得 他 又好像不在 又好像在那样 好 所以 当一个人 如果顺着这种 对一个伟人 他那个 爱敬的心 来想 他到底是存在 还是灭亡 人在这里 就好像 有感情 有感情 就一定不会说 他一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 当你对一个人 有感情的时候 那个人虽然死了 但你也不会说 他一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 一死就 无缚有余 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样 也不会说 他只是在 我们的心里 他确实 是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是留在我心里 也不是这样说 因为 我们有这个 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即是说 他已经真的死了 自然 有这个感情 我们觉得 他又好像存在 又好像不在 就是因为有这个感情 人如果有这个感情 我们顺着这个感情 一直伸展下去 发展下去的时候 就 会肯定 人 虽然在光明里消失 但是 仍然存在在幽暗 即是我们现在 一个人死了 他 是 确实在光明里消失 但是 我们会肯定 他存在在幽暗 即是死后一个世界 我们只要 不要把感情截回 这个感情 直接决定人的信仰所在 而决定人的智慧 发展的方向 即是这种 对人的感情 对一个人 一个伟人 死了 我们对他有感情 对他有感情 这种感情 觉得他 好像又消失了 但是又好像存在 这种感情 我们顺着这种感情 一路再发展下去 就会看到一种 人的信仰 或者人的智慧 这个 首先 就是主观上面 总是想他继续存在 有感情 但是客观上 也不应该不相信 这个 这个智慧 就是当下直接对灵魂不扭 的加以肯定 因为我们对他有感情 主观上 我们不忍心 不信 我们觉得他仍然存在 这个 客观上 也不应该不相信 这个 我们应该相信 他仍然存在 这个 我们顺着感情 那个智慧 发展下去 其实就是 能够当下 直接对一个 灵魂不扭 加以肯定 所以 如果在这里 不能够有 这个 灵魂不扭的肯定 我们 虽然可以说 这个人的人格 很伟大 他在生的时候 有一个 不计生死的 伟大心胸 这个 但问题就是 他这个 不计生死的精神 和整的人格 会跟随他死后 而消灭 最后 变成等于 未曾存在 那就没有了 价值 如果 不肯定 灵魂不扭 不计生死的精神 这个人 他生前多伟大 也好 他现在死了 死了 生前 不计生死的精神 很伟大 死了 会跟随他死后 而消灭 这个精神 会跟随他死后 而消灭的时候 最后 仍然等于 没有存在过 没有价值 所以 变成 他虽然对其他人 有影响力 但是 他最后 都会死的 死去的命运 仍然和其他人 相同 所以变成 最后 都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你这么说 最后 都会消灭 变成最后 都没有价值 这个人的人格 虽然 已经 无限 但是 他的人格价值 不能够保存 这个 其实是我们一般人的感情 所不能够忍受 刚才说过 主观上 是不能够忍受 我们不能够忍受 一个这么伟大的人格 他的人格价值 死了就没有 不能够保存 而 这个 人的人格 如果未达到 这个完全的境界 就已经消灭了 而 我们就更加 在人的感情来说 更加觉得 不能够忍受 所以 这个 就 伟大的人格 不能够保存 我们不能够忍受 但是 如果 那个人格 未曾做到这么伟大 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个 更加是我们不能够忍受 这个 这个 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人格 总是想追求圆满 这个 这个 西方之学家 这个 康德 就由这个人格 一定要求圆满 这一点 来证明 人 一定 有这个灵魂不留 这个 但是 他的说法 根据这个 理性 来证明 这种理性推论 但是 其实人 也同时 可以根据感情的不忍 而去证明 证明 这个 这样的理 这个 灵魂不留 这个理 是一定要被肯定的 孔子教人 要重视 人 多于重视鬼 这个很清楚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 这个 就是想人 我们一般人 先知生 而后知死 这样 但是 这个 并不代表 孔子 完全否定 死后的事情 所有的价值 孔子 对死者的 有知无知 其实在两者之间 并不是完全否定死后的所有价值 孔子 答弟子 问的时候 也未否认 圣言祖先 鬼神的存在 孔子 没有直接否定 这个 祖先 鬼神的存在 这个 在桑制 的礼 礼 礼 里面 更加是说到 所谓祭神 如神在 对鬼神的存在 是很积极 加以肯定的 这就是关于灵魂不扭 灵魂不扭 灵魂不扭的问题 这个 中国文化对灵魂不扭 那个 动机的问题 这个 一个 比较高级的动机 好 另外就是 关于这个 上帝存在的问题 上帝存在的问题 或者神存在的问题 现在 也很少说到 但是不代表他要反对 这个 这个 瑜伽其实是没有反对的 一个人 出自人心 而向上帝祈祷 的说法 是有的 之前 譬如这个 双湯 祈祷 下雨 在交字之礼里面 祈求上天帮助 五谷封灯 国泰民安 这些 是瑜伽允许的 因为瑜伽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着重尽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靠天地眷顾 所以这个 传统文化 瑜伽的文化 是着重先讲人 再讲鬼神 所以他不是否定这个鬼神 但问题是先着重自己 尽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靠天地眷顾 首先是尽自己的力量 所以在儒家说法里面 人是要祭祀上天 祭祀上天 是由天子去实行 天子实行 祭祀上天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着重报恩 其实是报恩 而不是着重在求助 不是求上天帮助 祭祀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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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求助 也不一定是希望他得到帮助 不是說上天一定要答應我 一定可以幫助我 不是這樣說 也不是說有什麼秘密的方法 比如有什麼巫術之類的秘密方法 可以邀請到一些天地鬼神來降福給我 也不是這樣 所以著重報恩多於著重求助 這就是傳統的精神 儒家傳統的精神 儒家傳統就是繼承了這種精神發展出來的 所以先秦儒家對於上帝和天的存在 我們看起來覺得不像西方的宗教一樣 不明顯說到上帝和天是一個人格神 也不明顯是一個人格神 即是先秦儒家的說法 也不明顯是一個人格神 更不像西方哲學一樣的要求 要用理性來證明神的存在 在儒家的說法裡面 但是儒家沒有這樣發展 儒家沒有這樣發展 即是儒家或者中國文化的思想 發展出來的說法裡面 不是很明顯有一個人格神 也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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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很明顯有一個理性的證明神的存在 儒家的說法裡面 其實儒家沒有否定神的存在 其實沒有否定神的存在 但他們的說法有點不同 孔子的說法就是所謂知我其天 有一個天的意思 有為天命的說法 孔子有盡心知性之天 全心養性是天的說法 孔子孔子也有這個天的說法 這些所謂天 我們不可以說 就像我們今天科學所說的那種 大自然那種天 或者是感覺界那種自然 不是那種自然的天 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天 其實也是一個… 形相的存在 這個 但就不是很明顯是一個人格神 所以我們看到孔子孔子 也不是說反對古代的宗教 更加沒有否定這個天 上帝的存在 不過我們也看到 中國古代的宗教精神 由孔孟繼承 孔孔繼承 孔孔思想 就比古代的宗教 再進一步 就不是在於他不相信天 即是他繼承宗教精神 並不是說他不相信天 而是他知道人的人心 就是天心、天道的直接顯示 孔孔思想 為什麼他比古代宗教再進一步呢 就是因為他將這個… 不是說不相信天 而是知道… 我們怎樣知道這個天 天怎樣顯示出來 就在人心、人性那裡顯示出來 在人心、人性那裡 將這個天心、天道顯示出來 所以孔孔的說法 就是著重說人道 著重立人道 由立人道而見到這個天道 所以在孔孔思想裡 如果只是有人道 或者人的心性論 而沒有天道、天心的觀念 或者這個天道 只是好像科學所說的自然 而人的心性和人道、人文 這些觀念 就變成在客觀宇宙裡 變成一些無根的觀念 所以孔孔的說法 是有這個形上的意思 有這個形上的意思 這個就不是說純粹 這個…大自然 天就是一個大自然 這樣說法就變成無根 這樣說 人心、人性、人道、人文 都變成宇宙裡可有可無的事物 如果這個天只不過是一個大自然的話 如果這個天只是一個自然 這樣的時候 人死之後 即使靈魂不留 他都只不過是一個客觀宇宙裡 好像一個無意的浮瓶 這樣… 那麼多人、不同的人的心 亦都不能通過這個天 或者這個天道 得到一個真正的貫通的可能 以及這個宇宙 亦都不能夠真正成為一個 有統一性的宇宙 所以這個孔孟思想 如果你說他所說的天 只不過是一個自然的天 這樣說法的時候 你就說不到孔孟思想那種廣大 至廣大而極高明 這樣… 所以這個… 我們就不是認為這個天 孔孔所說的天 是一個自然的天 好了… 對於孔孟的天 是怎樣的呢…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好…